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主政信 那这一集呢 说一个非常傻逼的事 什么叫傻逼的事 大家都知道油管上有一个前央视的 这个叫王菊治安的 王治安 他不是现在在日本吗 现在是油管头号这个就中文见证圈 头号大V就是他了 他有一百万粉丝 就是比那个原先有谁啊 粉丝特别多 叫馆长 台湾的馆长还有多 馆长大概是九十多万 他一百多万 而且这个粉丝势头还是在网上面涨的 也就是说他每天做节目可以有一百多万 那就等于说很多人都在看他的节目 对吧 那么这个王菊治安呢 他这个等于说是很反共的 他就是很不喜欢中共 反共 然后呢 但是他这个家伙呢 有一个特点 他不反华 那大家说 他不都是天天都骂中国吗 怎么这个区别在哪里 我就跟各位讲就是区别在哪里啊 为什么要说他 因为他刚刚被台湾吊销了 就是路径许可证 以及五年不得进入台湾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说台湾这一次呢 不是那个逼后大师的 傻逼呵呵的 不是说什么 要请这些全球什么中文自媒体 就得要主要是你 反对中国大陆的 反共的 他都把你给请过来 就是甭管你是中国大陆的 还是在台湾的 他都把你给什么 请过来 或者你是在这个什么 其他地方 只要你是反共的 他都把你请过来 就是说 作为所谓的这个台湾大选的 什么民主观察员 大选观察员 就是你看 我们台湾是民主的典范啊 你看 我们都要到户籍地去投票 这个是最先进的 我们一能一票 这样投出来的 观摩嘛 那不是请了这些 得说做自媒体的这些 独立运的 所有的 包括轮子 不管香的 臭的 只要你反共的 全都给你请过来 啊 请过来以后呢 那王志安呢 他也这个过来了 他说比较后面过来的 那王志安过来呢 背个铺儿书包 他过来以后呢 然后就说这个 称台湾人为中国人 说咱们都是中国人 啊 然后就说 还有一个词 就是说 如果武统的话 台湾肯定是守不住 啊 他说这个词 那么就是意思呢 他的意思我也就会清楚 就是说 他对台湾的这个感情 是什么感情 就是说 呃 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他还是摆了一副央 就是过去 央视啊 那个大陆的那种 看台湾的这种眼光 就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呢 你也知道台湾 现在就是你明天 他是民进党 请过来的 原来他做上宾 请过来的 但是台湾人 现在他不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他是在反自己 你知道吧 包括我也说了 台湾现在在创造新人种 比如说呃 人种东南亚化 对吧 印度化 东南亚化 就是就是靠近 就是赤道化 就是靠近赤道嘛 就是乐带季风气候 这个地方的人种 就是专门就是赤道化嘛 我给他发明新词 叫人种赤道化 叫宗教信仰 伊斯兰化 呃 叫官方用语 以后就是英语化 然后然后呢 这个 呃 还有一个是 是什么话 我一下子给忘了 啊 就反正是这个智商呢 就是就搞了 对 生活就是日本化 然后呢 整个就是渔民 辱民 政策啊 反正你看到没 就是现在这个台湾呢 就是这么一个种情况 那他要创造一种 一种新的 就是以白左 呃 新自由主义 LGBTQ 为这个主体的 这个主流意识形态 创造新人种 啊 台湾民族嘛 啊 就是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么 得说他就不认可 自己是台湾人 呃 就就是王菊 不认可什么什么台湾民族 他呢 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 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是说 你是搞自由民主的 我支持你搞自由民主 我反对 就是说 呃 两岸统 可能说我反对两岸 两岸统一的道理是 你是自由民主 啊 中国大陆呢 就是这个独裁专制 啊 就是说 这个 你呢 不要去 天天去 就是说 不说自己是中国人 不说自己是中国人 你说是台湾人的话 你弄这个台独的话呢 就是会把你给打了 就这个自由民主 就没有了 他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么 这个特点就在于哪里呢 就是为什么 王志然会被1450 后来1450 那不就炸锅了吗 谁跟你他妈是中国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 啊 什么武统 武统 我们呢 我们可以抵抗住武统的 中国大陆不敢打我们 那么 这个问题就说明 就是说 王志然 他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说 你们这个台湾呢 是守不住中国大陆的武统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明显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 他的观念里面就是认为 就是说 大家就是中国人 事实上就是中国人嘛 因为台湾人的这种 他台湾人 他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说 无论他怎么去改造 他的思维模式 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比如说你民进党 听见说 我台独台湾民族 但是呢 你看 他们就 台湾南部的父老乡亲 他管你懂不懂政治 那些老 那些老农 做种菠萝的 他管你懂不懂政治 他就要投 这个民进党 那么 因为民进党是我们自己人 是我们本省人 我们就要投民进党 那么 这个就代表了说 你的这种思维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 自由民主的思维 你不激世 不是基于客观事实的 你就是胳膊着 往里拐 非洲不留 万能填 你这种思维 是典型的中国思维 所以你 无论台湾今天 怎么去改造 人种改造 语言改造 这改造 那改造 他的这个思维 他就是 就是正儿八经 传统的中国南方人的 这种思维 他这个思维 他是改不了的 就是这种 宗族的这种观念 非常重 你这个就不是所谓的 西方的 跟什么国际接轨 跟西方的 自由民主接轨 根本就不是 所以说 王志安日前参加 这么贺龙夜夜秀 这个内容影射 不分区立委提名的 这个喊病律师 陈俊翰 引发社会议论 移民署 二十四日表示 王志安旅居日本 受大陆国籍 以观光名义 申请来谈 但却参加节目 发表言论 违反相关规定 以废止期路径许可 并管制五年 不予来谈 据了解 王在移民署废止出发前 便已提前搭机 就是离台了 就是他是 因为王 这个王志安 他还持着中国大陆的 这个护照 就是中国大陆的护照 但是 但是呢 他这个 是履居在日本的 所以说呢 你就看到没有 就是说 真正这个矛盾点 在哪里呢 矛盾点就在于说 王志安是 这个反共的 但是他的这个反 所谓的反共呢 也是这个 呃 饱受 徐晓东 这种 这种攻击啊 认为他是中国的 这个间谍 啊 认为他是中国的 这个 等于说是 做正面的 做反面的 正面引导 就是说 平时嘛 天天就 就叫什么 就叫小骂 大帮忙 说他是干这个事的 啊 这个东西 我们不去管 啊 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但是王志安呢 他是一个 一个什么 他 很清楚一点 就是说 如果说 他要是说 支持台独了 那这个他将来 他就是回国路 就被堵死了 啊 回国路 他就被堵死了 就说像那个 蔡霞 他们之前 一出去 他要 他要这个 做的不回来 就是说 你今天要反 反贼 你要是不回来的话 不想回来的话 啊 你出去以后 就是说 要就是支持台独 江独 藏独 这个里面有区别的 大家要 大家要知道 你支持台独的话 那话 回来就是给你判刑 你不支持台独的话 啊 可能你还是能够回来 啊 比如说 哎呀 浪子回头金不换 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王志安这种人 他如果将来太阳回国 他是有高度统战价值的 你看 王志安都回来了 马上浪子 啊 回头金不换 啊 放下徒刀 列地成佛 哭开无边回头失案 对吧 他是有这样一个 留一个后手的 大家要明白 要看清楚啊 这里面的这个事 就是哪怕他申请加入日本 或者怎么样 那他加入日本了 那接下来他可能就是 就另外一种套路 但是他现在没有 那等于说 他有他的考量 这个我们不去管他 不管他嘴巴里怎么讲 但是他实际上 呃 他是有这种想法的 那OK 这个 他的这种想法 我们也不去谈 他到底将来想不想回国 他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去讲 还有一个一个重点 台湾人为什么会抓狂 就是台湾 他是叫反华 他是反共加反华 就是他们认为呢 我必须 反共必须得反华 因为共来次于华 因为你共 你不就是中国人里面 发展出去的吗 发展进去的吗 你不是中国人 像老兵啊 把老兵发展成为 一个一个中共党员 当然我当然不是啊 就是等于说 你你不就是中国人吗 这不是你的土壤吗 所以要必须要反华 我们跟西方是民主自由 我们是一帮的 呃 我们是好朋友 他们他们不是赖清德什么 呃 蔡英文不经常讲的吗 我们跟西方民主 我们是好朋友 好哥们 呃 我们在民主的一线 呃 我们民主的胜 我们选举是民主的 第一场胜利 呃 呃 他说这个话 那么 王志安是是什么 他是反共不反华 呃 可能对共产党天天 那个批评啊 那习近平什么的 这样批评啊 对这对那个 这个这个批评 这样搞 那样那样搞的 但是他不敢反华 因为王志安的粉丝 大部分是什么 是国内的 就是持不同政见者 或者说对现状不满的 这种人 他的主要粉丝是这种人 啊 包括还有这些 就是说 因为台湾人不 就是没有那么多他的粉丝 因为王志安说的那种话 台湾人听不懂的 啊 台湾人台湾人听不懂的 所以台湾人并不是说是 王志安的啊 那个主要的粉丝 他主要粉丝是 中国国内和在海外的 这一这一群人啊 在海外这一群 就是说恨国党 他还是持有中国国籍的 就是这一群人是王志安的粉丝 啊 那么如果说海外彻底就不回国了 假正屁了 那种人他们就是会去看 就是说像陈破空啊 啊 像文昭啊 江峰啊 看他们那种 轮子系的那种那种节目了 他对王志安这种表达方式 叙述方式 他们是不喜欢的 啊 所以说就是说 等于国内有很多 比如说翻墙的 对现状不满的 他王志安主要粉丝 还是在国内的 啊 这些人是他的主力 啊 还是在国内这些人 是他的主力 翻墙出去看他的是主力 啊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他 他就说 因为这些人 他们对体制不满 对中共的现有政策不满 或者对现领导人不满 但是 他们并不是 他们对台湾这一边 他不是说像海外那 那那些 就是说 我支持台独 像蔡霞讲的 我支持台独 那么这些就是说 虽然我 这些王志安的粉丝 他有一个特点 虽然我对体制不满 但是台湾 我们是一 都是中国人 我们 还是要把台湾给统一的 他只是说 他们是有一种反共的立场 但他们并不反对自己 不反华 他是这么一个细分的 一个市场 一定要明白 这让奥迪 他有A级车 有QSUV 有S级 RS级 他都是有分的 就是细分这个市场 大家要明白 这个都是细分市场 所以说王志安 他不 他就是说 也许他想舔台 但是他对台湾 也是觉得嗤之以鼻 觉得台湾 天天吹牛逼他妈的 搞这个东西 天天吹牛逼 他觉得这个 作为一个媒体人 因为他是中国的 媒体体制里出去的 也许报喜不报忧 但是他在国内 他认为是 报喜不报忧 太多了 我觉得我要为 社会的真相去发声 他在日本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他觉得 原来在国内有些东西 一些忧虑的地方 我不敢讲 或者说我不能讲 或者说少讲 但是我想讲 但是上头不让讲 然后他到日本去 他说 这是我的热爱的一个事 他特别轴 我想去讲这个事情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他在中国体制 媒体体制里呆惯 他也明白一点 中国的体制 也许报喜不报忧 多说好 少说坏 但是他不能吹牛逼 他不能去编造新闻 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他看到台湾天天 这些媒体 坐在马桶盖上 天天在造假新闻 就对于他来讲 这个是违背他的意愿的 他觉得你要反共 但是你不能够去造这个假新闻 所以他认为跟台湾 他不是穿一条裤子 他不是 不是一条这个 不是一路人 这一点是他的内心世界 大家也要看明白 这是他内心世界 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确实他做的节目 他不是说造假的 而是说 在 就是说很多人 看他节目是觉得在中国 需要像王志安这样的这种 批评的这种声音 是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王志安是什么 叫做反共不反华 他也不能叫做 完全叫反共 他的反共 其实我觉得也不明显 他那个叫做 就是对体制的一些 弊端和一些问题 他不满 但他也没有说 很明确的说 他妈必须要推翻中共 或者说 这个鼓励你国内 他妈发动武装起义 暴力革命 让你走上街头 这个东西 他好像是没有的 不知道他这个节目里面 就是说怎么 但是我看过他几期节目 就是我发现 好像是没有的 所以说呢 他呢 就是说不是反华的 台湾呢 是反华的 就是 比如说一起都骂中国人 你看王志安的节目 他很少去骂什么中国人 说这说说说那了 就是说 就是讲的那些 就是说 就是说 对于一种种族歧视 或者那种侮辱性质的 就站在牢外那个立场 他妈去 去无脑黑中国人 就这个东西 其实 他的粉丝里面 有很多人不喜欢 所以他怎么 他这一次就跟台湾 就不是一路 尿不到一个湖里面去 最终就什么 就他妈就闹掰了 就掰了 啊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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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